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員瑞恩 最近越秀區的劉藝衣跟我們說 她每個月都會買一箱牛奶 為她正在讀高中的女兒補充營養 只不過她的女兒最近就跟她說 其實她一直都買錯了牛奶 究竟是甚麼回事 女兒吃早餐了,不要看書 喝一杯牛奶就回家了 媽咪,這是巴士奶還是常溫奶 甚麼巴士奶,常溫奶,是不是牛奶 媽咪,這樣就不知道了 我的同學都說巴士奶比常溫奶 羊羊膏好多 發達哥哥這人都是喝巴士奶的 這個我不喝了,先這樣,我才回家 先這樣,再見 你走著,先喝牛奶吧 因為女兒的一句話 就令劉藝衣滿腦都是問號 甚麼常溫奶和巴士奶 是兩種不同的牛奶來的嗎 還有,常溫奶是否真的比不上巴士奶呢 今期節目,我們就帶著劉藝衣的疑問 一起去展開調查 好了,我現在就來到月秀區的 鹿蓉街興隆東社區 為我們的各位街坊贈飲這個牛奶 順便考考各位街坊 大家對於巴士奶和常溫奶的認識有多少 平時是喝冷鮮奶還是常溫奶呢 常溫奶 小溫奶 常溫奶沒有冬冬 常溫的奶 你一邊都有喝 常溫奶 看天氣的問題 天冷的就喝溫奶 那你覺得這兩種牛奶哪種的營養價值會高一點呢 對你 這個應該沒區別了 不知,應該沒什麼區別 這個我說不定,這個我不記得 我覺得常溫奶好一點吧 不覺得 是不是很優勝牛奶 優勝牛奶 不要放冰箱會不會好一點呢 就常溫奶才好一點 那你有沒有聽說過 冷鮮保存奶比常溫奶保存的營養價值要高 這種說法你有沒有聽說過 聽說過 嗯 我知道這個 這兩種牛奶的保存環境不一樣 但是具體不知道它們有哪些不一樣 是啊,因為它保質期比較短一點 我覺得它營養是會好一點的 但是在外面不方便加熱 這個我沒聽說過 沒有聽過 好像看過書上講的 沒有 沒有 那你有沒有聽說過 國外只是喝巴士奶配合常溫奶這種說法 有沒有聽說過 沒有 沒有 但是我有看美劇裡面 它們喝牛奶就是飯吃香牛奶 沒有聽說過 這個 這個我哥沒給我說過 我沒有聽說過 好像進口的也有很多常溫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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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剛才接受採訪的各位街坊當中 我們也了解到 大多數人都是喝常溫奶的 至於問到大家巴士奶和常溫奶的區別 大家就蒙茶茶了 其實說了那麼多 什麼是常溫奶 什麼是巴士奶呢 我們的調查員就特地來到超市走了一圈 貨架上面角色各樣的牛奶 真是花到眼淋了 走了那麼久 我們的調查員又有什麼發現呢 經過我觀察發現超市貨架上面的牛奶 它上面的標籤就寫著全肢滅菌純牛奶 又或者是高溫滅菌牛奶 它的保質期一般都是半年時間左右 而存放在冰箱裡面的牛奶 它上面的標籤就寫著巴士滅菌牛奶 它的保質期一般都是不超過一個星期的 咦 調查到這裡我就不太明白了 為什麼同樣的牛奶 它們的保質期和保存條件 會完全不同的呢 實際上我們這種叫法上來 主要是它的消毒工藝上有所區別 那麼我們比如說常溫奶 那麼實際上常溫奶就是保存時間 會比較長一點點 那麼這種情況下 主要的消毒方式 它是使用高溫的消毒 那麼高溫的消毒的話 它就可以在消毒過程之中 可以增加到100攝氏度 然後按照多長時間來消毒 那麼這是一種方式 那麼這種奶呢 保存的時間會更長一些 那麼甚至說保質期可以達到一年 那麼如果我們常做的巴士奶呢 它是一個低溫順勢的一個消毒方式 那麼這個消毒方式呢 它可以殺滅大部分的有害的吸菌 那麼這種情況下 只要我們喝起來安全 那麼我們就當它是一個正常的牛奶了 那麼這兩種方式存在 是兩種牛奶不同的一個 就是消毒方式決定了它的名稱不同 便醫生還跟我們說 巴士奶的蜜菌方法是 在72到75攝氏度的高溫當中 加熱15到30分鐘 以殺死牛奶當中大部分的細菌 而超高溫蜜菌奶 又叫做常溫奶 在137攝氏度到142攝氏度的溫度之下 用2到4秒的時間 瞬間將細菌全部散面 由於常溫奶的蜜菌要求 必須達到商業無菌的要求 所以常溫奶一半可以是 在5到25攝氏度之下保存半年 原來常溫奶和巴士奶 最大的區別就是在於滅菌工藝 而在剛才的網上視頻當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 常溫奶要在百多度的高溫下滅菌 而在網上也有很多人說 常溫奶因為滅菌溫度太高 會破壞牛奶當中的營養成分 所以大家都說 常溫奶的營養成分 是不夠巴士奶好的 究竟是否真的這樣 我們一起來檢測一下 在檢測牛奶的營養成分之前 我們走訪了營養學方面的專家 看看我們平時飲用的牛奶當中 主要含有甚麼營養成分 我們正常人喝牛奶的目的 實際上主要是在於 它的一個優質蛋白的問題 那麼它的蛋白質每一百毫升 大概在3% 那麼這是一個國家規定的 一個基本標準 第二個它實際上它最主要的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作為一個成人需要牛奶 最主要的一個成分 是它的一個鈣的含量 那麼現在為止來說 除了骨頭 除了我們說把骨頭做成粉 來補充鈣以外的話 那麼作為鈣含量最高的食物 就是牛奶了 一毫升的牛奶 大概就含一個毫克的鈣 那麼如果我們每天 需要800毫克的鈣的話 那麼也就是說 你找完一隻牛奶 250毫升一隻 那麼你可以提供500個毫克的鈣 那麼這種情況下 對滿足我們身體鈣的需要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食物 根據營養專家 比出的三項營養物質 我們在超市分別買了 一盒常溫奶 和一盒巴士奶 拿到相關的機構 分別檢測一下蛋白質 鈣質和維生素群的含量 通過檢測常溫奶和巴士奶的蛋白質 鈣質和維生素群 我們得到了一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 在蛋白質含量方面 巴士奶的含量為每100毫升3.35坑 常溫奶為每100毫升3.39坑 蓋含量方面 巴士奶蓋為每100毫升110毫坑 常溫奶為每111毫坑 在蛋白質含量和蓋含量的數據當中 常溫奶和巴士奶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而在維生素群方面 巴士奶的維生素B1含量 就比常溫奶略高 按照這個實驗結果 是否就是說 我們平時飲用的巴士奶 營養會更加充足呢 我們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我們喝牛奶的目的 它主要是一部分的優質蛋白 還有一個重點的一個地方 它是作為一個補鈣的一個優良的食物 那麼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重點可能是在於它的蛋白質和它的鈣 而對於維生素B組來說的話 實際上牛奶 我們不是把它當成一個主要的補充食物 那麼即使沒有在其他食物裡面 比如說我們的瘦肉裡面 出糧子裡面 都含有這些維生素B組的維生素存在 專家還跟我們說 以維生素B1為例 中國居民善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的建議 成年人一日需要攝取1毫坑到1.5毫坑 但牛奶當中的維生素B1含量只有0.04毫坑 我們可以做一個形象的比喻 如果將人一日攝取的維生素B1含量 看了一碗飯 那麼牛奶當中的維生素B1含量 充其量只有幾粒飯那麼多 完全可以忽來不計監 飲用牛奶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補充優質的蛋白和鈣質 而並非補充維生素B1 所以結合實驗數據和專家的建議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常溫奶的營養比不上巴士奶的這個說法 其實是不科學感 雖然常溫奶和巴士奶在營養方面區別不太大 但我有件事不太明白 在我們認知當中 食物的保值期越長的話 按道理來說它的防腐劑應該是越多的 那麼這個常溫奶可以在收溫環境之下 保存半年至一年時間那麼久 難道是加了防腐劑嗎 我們的調查員又來到超市 在銷售員的推薦之下 我們買了幾款現在最受歡迎的常溫奶回來 單單從包裝上面的成份表來看 三款牛奶的成份都只有生牛奶 但完全見不到防腐劑標注 而接著來我們將這些牛奶 拿到專業的檢測機構 看看這些牛奶是否含防腐劑 經檢測我們在超市買回來的三款常溫奶 都檢測不到有防腐劑 這個結果真是出乎意料 常溫奶既不含有防腐劑 又可以在常溫之下保存 究竟為什麼會這麼神奇呢 我們講牛奶的保鮮它主要取消兩個方面 第一個我們講就是滅菌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材料的組合性 那麼滅菌的效果 因為常溫奶的話 它採用的是高溫滅菌 所以它滅菌比較徹底 利勒包裝它的材料的組合性非常的好 因為它採用的是六種 六成材料 我們講有三種 一種鋁箔 一種鋸錫 還有一種紫章 它具有良好的一個組合性 可以防止空氣中的氧氣進入 所以使牛奶不會被氧化 經過張老師的介紹 我們請實驗員 幫你把一個利勒包裝的牛奶盒展開 發現其實這個牛奶盒的厚度 最多都是只有薄薄的一兩毫米 但居然可以有效地阻隔細菌 究竟這個利勒包裝裡面有什麼乾坤呢 利勒包裝呢 它首先是因為內檢利勒公司 它生產的一種 全無井生產線生產的一種指數複合 一個包裝 那麼它是一個專門用來裝 一體的飲料的一種包裝 那麼這種材料是有三種材料 但是是六成 那麼每一層它都有它的功效 我們講其中內層一般是巨皮 我們簡稱叫PE 它著是防止食品跟鋁箔接觸 然後還有一個防潮的效果 第二個效果它是內層它是有熱風效果 它就可以把紙盒粘起來 那麼第二層就是我們講的鋁箔 那麼鋁箔就有良好的一個主氧性 它可以防止外面的空氣氧性 進入到牛奶裡頭去 所以使牛奶不會被氧化 那麼第三層我們講的紙張 紙張是整個包裝的一個強度的支撐 因為我們講如果沒有紙張 這個盒子就肯定立不起來 那麼紙張外面還有一些數量 防止這個紙張出草 嘩 這麼小的包裝盒 就可以有效地隔絕空氣和細菌 我就不太相信了 口說無頻 實驗就最實際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利諾包裝 看看它是否真的傳說中所說的這麼神奇 剛才我就從超市買了兩盒牛奶 一盒就是巴士奶 另外一盒就是常溫奶 我現在就會帶著這兩盒牛奶 乘車步行回辦公室 模擬大家平時在超市買牛奶回家的情景 在回辦公室之前 我就會來測試一下這兩盒牛奶 現在的溫度是多少 我們看到現在常溫奶的溫度是21.5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巴士奶的溫度是多少 我們看到巴士奶的溫度是16度 頂著30度的高溫在大家上面行 我們的調查員睡衣都已經熱到整頭大汗了 不知道我們剛才買回來的兩盒牛奶 情況又是怎樣呢 我剛才從超市回到辦公室樓下 就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現在就測試一下這兩款牛奶的溫度是多少 我們看到常溫奶是有3.6度的溫度上升的 巴士奶是有7.7度的溫度上升 兩款牛奶是經過脫離低溫的一段時間 溫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牛奶的細菌會迅速繁殖的呢 但之前實驗當中提到的抗菌利落包裝 又經不經得起考驗呢 我們一於去檢測一下 常溫奶和巴士奶經過一小時的烈日考驗 究竟是誰姓誰虎 有不細的牛奶放兵箱 又會不會滋生大量細菌呢 遍遍廣查了再說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水恩 剛才我們就無意大家從超市買牛奶回家的情景 並且為兩款牛奶做了細菌的檢測 看看常溫奶和巴士奶在嚴嚴下日當中 可不可以經得起考驗 究竟檢測結果是怎樣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根據實驗數據 常溫奶並沒有檢測出細菌 而巴士奶的細菌含量就達到每毫升5800CFU 由於常溫奶的工藝和包裝 本身有防菌和抑菌的作用 所以在保存條件方面 並不需要太可坑 從安全性和變質性方面 常溫奶是更加好的 另外生活調查團在這裡提醒大家 由於巴士奶對保存溫度的要求比較高 購買之後拿回家的過程當中 脫離了低溫環境 牛奶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大家在購買巴士奶的時候 最好使用保溫袋 或者在半小時之內回到家 剛才的實驗當中 常溫奶就算在升溫的環境之下 還可以保持牛奶的質量 真是經得起考驗了 所以我們決定將這個實驗難度再次升級 考驗一下這兩款牛奶 在桌面上已經準備好 一升的巴士奶和一升的常溫奶 各兩盒 我現在首先會將一盒常溫奶 和一盒巴士奶先開封 然後我們會將這四盒牛奶 放入冰箱裡 每隔五小時就會開封一次 無以家庭飲用牛奶的情景 放入24小時之後 我們再來檢測一下 這四款牛奶的細菌含量是多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经过检测未开封的巴士奶细菌含量是每毫升7CFU 经过开封的巴士奶细菌含量为每毫升750CFU 未开封的常温奶检测不到有细菌 已经开封的常温奶细菌含量为每毫升5CFU 按照看来开封之后的常温奶细菌含量比巴士奶更低 提到这里相信大家都还有一个问题是想不明白的 就是巴士奶和常温奶一样都必须经过灭菌的工艺 但是为什么未开封的常温奶检测不到细菌 而未开封的巴士奶就检测得到呢 其实灭菌与的微生物指标是很清晰的 常温奶必须达到双烟无菌 而巴士的微生物指标是允许有部分细菌存在 只是致病菌不得检测菌落总度少于等于三万 大长菌少于等于九十光 所以巴士奶在细菌活物的种量方面数值偏高 根据实验和专家的解释 其实巴士奶和常温奶在营养方面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在网上就提及到 在发达国家只是喝巴士奶 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难道巴士奶还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专家还跟我们说 中国地形复杂对牛奶品质保存的要求比较高 高温消毒的牛奶保存时间更长 保存条件更加稳定 在运输当中更为安全变质 所以国人饮用高温消毒的牛奶 既兼具营养健康又安全变质 其实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常温奶和巴士奶都是主流产品 是并没有有关区别的争议 而其他国家也都不存在 关于常温奶和巴士奶的凝脂差异 而是推广饮奶计划 而对于网上发达国家只饮巴士奶的说法 我们就发现了一组出人意料的数据 根据世界著名消费市场研究机构 欧洲国际给出的资料 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 常温奶的市场份额占到90%以上 而德国、瑞士、意大利的饮用常温奶的比例 也都占到一半以上 所以说发达国家只饮巴士奶 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 其实巴士奶和常温奶都各有优缺点 两种牛奶在营养方面都相差不大 但由于保存条件比较可黑 所以价钱也都比较贵 而常温奶在保存要求的方面 就更加接宽松便于攀带 常温奶和巴士奶 可以说各有各的优点 搞到我也有少少选择困难症了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牛奶呢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牛奶 第一步就当然要看一下 大部分人对于牛奶的要求 我们看到一班喜欢喝牛奶的街坊 就最有发言权了 等我们就立刻去问一下各位街坊 你为什么喝牛奶 第一个就是补充营养 第二个是习惯 第三个是因为牛奶的味道好 哦 不错一样 习惯 哦 都是啊 好 牛奶是酱水啊 哦 好 牛奶是酱水啊 你习惯牛奶咪的好 嗯 味道 味道可以吧 好 宁愿 对了 蛋糕 好 那你在选择牛奶的时候呢 你最在乎哪一点 第一个就是营养 第二个就是安全 第三个就是口味 第四个就是方便 第五个就是价格 安全 安全 好 这边 好 再来呢 营养 口味 方便 价格 营养 好 是你最在乎哪一点 最安全点 要安全啊 但在选择牛奶的时候 你最看重哪一点 哦 营养 还有呢 营养 口味 还有 安全 营养 对 安全 哦 价格 价格 根据网友的数据显示 大家在选择牛奶过程当中 最看重级是牛奶的安全性 然后是营养 第三位就是饮用方便 那么如果按照这三个需求 我们平时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牛奶呢 作为消毒的一个方式来说的话 那么高温奶当然会更彻底一些 那么就是说作为常温奶 它放置的时间甚至可以达到一年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 它的吸井的杀灭量的话 基本上可以接近百分之百 但是来作为低温奶来说 它的杀井不是百分之百的 它可能是接近一个 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安全量 安全量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觉得足够了 所以我们在选用牛奶的时候 要注意它一个保存的环境 那么巴适奶 它不能在太高温的情况下保存 第二个问题要考虑它的保存时间 一定要注意一点 因为低温奶的话 尤其是我们外面买到的一些软包装的材料来 那么它可能三天或者是五天 甚至在一个星期之内 它是必须一定要使用的 一定要使用的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 有一个吸井增长的风险存在 一个风险存在 调查到这里 我们去突出结论 关于常温奶比不上巴士奶 又或者是发达国家 只饮巴士奶的这个说法 其实是不准确的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 以及责观 选选适合自己的牛奶 另外生活调查段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 虽然常温奶对保存的条件要求比较低 但并不意味着常温奶不会变真 所以大家在购买常温奶之后 最好是避免阳光或者高温 并且是开启之后尽快饮用 好 调查到这里 我们都知道 其实常温奶并不会因为它的生产工艺 令到它的营养成分大打折扣 而且常温奶它的保存条件 宽松的优点 令大家更加方便地饮用牛奶 所以说巴士奶和常温奶 其实它们是各有各的优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而选择自己喜欢喝的牛奶 好了 今期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